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航空空集团研制的陆地的变携式防空导弹武器系统 这次我们在乌克兰战场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一类的变携式的防空导弹非常的管用 现在这种单兵的变携式防空导弹系统造价很便宜 造价很低 但是它的效果还好 这次在乌克兰战场上我看美国一手的北约国家支援援助给乌克兰的这些单兵防空系统 给俄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 但是他们那个导弹应该说成本很高 价格很贵 单兵的好几万美元一套 那么在我们中国航空空集团研制这套系统 我认为可能比他们还要便宜得多 那么这是我们空军也好 海军也好 一款主战的地空导弹系统 主要是用于防空的 现在很多网友都在问 像这种又大又重 这一类的防空导弹系统在现在战场还管不管用 尤其是从乌克兰战场上 我们看乌克兰用一些很小的 很便宜的防空单兵防空系统就把俄罗斯的很多飞机都打下来了 那这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我想说的是像刚才看到的那个单兵的那个小防空导弹 它只能对付低空的目标啊 对高空高速目标那些小导弹是无可赖何的 必须用这一类的大型的防空导弹系统才能对付 前面我们说到对付高空高速目标 必须要用大型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才能有效 那么现在这一款呢就是红旗9B远程防空反导导弹武器系统 也是带翼的 也是可以外貌的 那这套系统呢是用于拦截各种飞机巡航导弹空地导弹等等 具备拦截射程1000公里的TBM的能力 它是国土和要地防空的主战武器系统 抗干扰能力比较强 它还可以指挥其他的防空系统呢 一起协同作战 构成一体化的多层防空体系 那么它的拦截的斜距就可以达到5公里到260公里 我们前面看到那些单边防空性拦截斜距能达到3公里就很不错了 同时呢它还有多目标的拦截能力 它可以制造16发导弹 也就是4个发射车协同动作拦截8个目标 这是红旗9B啊 也是目前我们国家研制生产的 而且已经装备到空军部队的一个比较先进的地空导弹武器系统 那我们来到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的城市作战装备系列 城市作战 那么这个是超无战车 搭载的这个遥控武器站的啊 一个一款无人超级无人战车 超无战车 这是第三代巡逻机器人 这也是个巡逻机器人了 上面带着有机枪啊 针打突击无人车 侦察打击一体的无人车 这个老鹰 管在这儿是老鹰吗 不是 它是一个仿生铺翼的飞行侦察系统 如果江南部碰到这么个老鹰在天上飞的话 千万不要以为它是真的老鹰 它很有可能是一个侦察机 这个小东西呢 是布设型的便携式遥控武器系统 这个可能就布置在楼顶 布置在哪个拐角 然后从远处遥控对它进行操作 这是一个单兵综合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哪些功能 首先是火力 那么这套系统还可以牵引 它可以布设电缆 就布设电缆这一块 过去我们的战场上 全靠人力 全靠我们单兵 拿这个线骨跑啊 那现在有专门的这种布线车 这是一个四足仿生的机器人 它可以站起来 这是一个抛头型的机器人 往上一扔 扔到楼顶上 扔到哪去 自动上去进行侦查 这是一个可以上楼梯的 小型多功能侦查机器人 这是一个单边的无人侦查平台 好 现在呢 我们来到轻武器馆 这个是很多的小朋友 很多的军事网 网民们感兴趣的 这个是85A式 12.7毫米的高射机枪 我们来看看它的细部 这枪做得很精致 我觉得是 很细致 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狙击步枪 大狙 多个门防暴器 手持电磁驱动武器 这是单兵杀伤型机关武器 还对一个比较科幻的 威力可控的非致命电磁枪 就这个 这是个电磁枪 这是一款榴弹发射器 还有一个12.7毫米的转管机枪 就这个叫 12.7毫米的转管机枪 它恐怕要专用的电源来供应 做得很精致 92G是9毫米手枪 很精致 就是拉起来有点飞劲 下面来我们看一看各种 轻武器弹药 子弹系列 各种口径的子弹 以及空包弹 榴弹 线弹 橡皮弹 钢猪弹 还有空包弹 催力弹 脱口穿甲弹 那么这个子弹的外壳 和这个弹头有颜色 它是图着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弹头 它是有 图着有绿颜色 那它就是一种 信号指示弹 那这个呢就是 这是5.8毫米的机枪弹 还有5.8毫米的 第一贯穿杀伤弹 什么叫第一贯穿杀伤弹呢 我们知道弹头 它的冲击力很大 穿过人体以后 一般挡不住 它会穿出去 会对周边的人造成二次伤害 那么第一贯穿杀伤弹 就是说这个弹头会保留在 第一个目标体内 它不够穿出去 对旁边的人造成伤害 对旁边的人造成伤害